今天早上六点多钟,南京市民葛先生在开车经过江林区湖山路的时候呢,因为一口阴景的盖子发生了一味,葛先生的车子的右前轮被敞开的阴景狠狠地咬了一口,损失达到五千多块钱。 葛先生说,他是早上六点半钟开车送孩子上学经过这一路段的,当时车速虽然不快,但没有注意到,位于快车道中央的这个无盖硬景,右前车轮一下子就陷入到了硬景中。 葛先生告诉记者,当时他的儿子就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车轮被硬景咬出后,紧急停车,孩子吓得尖叫起来,不过两人都没有受伤,但车辆松毁严重。 葛先生随后将车拖往当地赛斯电维修,而维修费用高达五千零三十四元。 葛先生表示,这笔费用应当由硬景的主管单位江宁区承建集团承担。 而记者下午从江宁区承建集团了解道,前段时间这个硬景盖子被车辆压坏,他们已经做了更换, 但后来更换的盖子与应景口不是十分吻合,在大型车辆的碾压下极容易发生损坏和翻窍。 今天上午,葛先生的遭遇可能就是应景盖在被其他车辆碾压后发生了翻窍和疑味造成的。 对此,这位负责员表示,他们将立即更换缺损的应景盖,并且承担葛先生合理的修车费用。 对此,这位负责员表示,这位负责员表示,这位负责员表示,